明年在一起, stars and stars and stars, 焦点视频, 星sir 逆学员的时间, 迎光幕见到星sir在。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星sir, 王伟练师傅。 星sir, 今天我们录影时限三月二三日, 大家都知道, 这个疫情又创新高了, 八千多单啦, 几百相当。 爆到这些数字的时候, 少不免都会有人问, 究竟今年我们做错了些什么, 究竟在风水上是否因为和五王入宗有关而令到我们做错事 所以这个疫情是要惩罚我们的 是 是 首先说五王入宗 很多坊间都会说 五王是一颗大病星 破坏之星 也是一颗爆炸星 五王入宗就要处理在中宫的位置 这些是经常坊间都会这样说 但其实真正的爆炸点来说 就不是在中间 它只是在中间爆一 但是它是四散的 为什么一样东西呢 就是我举一个例子 譬如一块玻璃 这个玻璃就是正中间的时候 你打玻璃的时候 玻璃的裂是否会四散 今年刚刚算过五王入宗 就是爆发点的力射正中间点 所以它四散了 四散 你看到四个红色的方位 所以我特意圈住它 它爆发这四个红色的地方 所以来说 所有东南西北的国家 单止香港 全世界都一样是这样爆发的 所以你说五王爆发的时候 即是什么国家都有 西北的国家都有 东北的国家 西北有些是偏北的 有些是偏西的 所以它会包含了八个方位 好似阿Mac你刚才说 香港五王入宗 为什么香港突然之间爆得这么厉害 除了九星福淫 在玄空飞星来说 亦加上榴年任人年 再第一开波就是任人鱼 反福淫 福淫的时间令到爆发点更加大 还有什么情况会令到香港爆发得这么厉害 今天和大家一个详细的分析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按钟仔和留言给我们 我们一旦有新片便会通知大家 好 我们就讲一下 如何去看 如果熟悉地图的朋友 譬如上面是这个大帽山 新界的 中间的位置是不是九龙 下面那一节就是香港区 如果你熟悉地图你就会知道 如果以新界九龙香港来说 中心的点位来说就是哪位 九龙区 九龙区 九龙区有五王星岛 不是九龙接近中间的位置 就是现在有一个很对型的大地盘 在哪里 旧机场 九龙什么 九龙啟德的位置 那个位置原来就动了五王大兵星 好了 动了五王大兵星 我刚才已经讲了 一动了五王大兵星 今年一啟动的时候 它就会爆开 爆开四点 它会爆哪个点先 一定是爆西北先 为什么呢 西北是这个八卦之首 牵挂 所以它爆 就是向西北方面爆 所以第一个点是什么 葵冲区 所以第一个重灾区的疫情 就是由啟德射向葵冲区就是西北边 所以原来在八卦之首它是第一个遭殃 之后当然其他的方位都会受到牵连 所以其实五王病星是这样的 对了 地盘我们没得搞 除非叫政府停工 或者叫发展商停工 令到五王不要那么重灾区 但我们家里又如何处理 今天就和大家讲一下 五王大家都知道病星 很多时候病星用什么化解 安隐水 胡佬 铜钳 五帝钳 音乐盒 来来去去都是这些 是吧 清一色的 你有没有发觉这种清一色的化病 是有少少问题的 我告诉你 你伤风感冒就吃必来痛 你喉咙不舒服 你肚窝 吃必来痛 你肚窝 吃必来痛 你现在觉得有少少心口伪闷 呼吸不到 吃必来痛 全部都是用一个方法 永远都是五帝钳 安隐水 永远都是用一个方法 那是否可以对应到你的病症 对应不到 所以金堂很值钱 教大家 如何对应不同的病位 或者是你自己有这些病症 如何去留意 和如何去化解 好了 第一个方法 首先说一下 东北面 好了 虽然你家里有五帮病症 如果你可以放到我之前说的集数 如何化病症 你就可以看回我的集数 我有说过的 中间你可以化解 但是除了化解中间这个位置之外 你记住一定要处理东北面 如果你东北面有 筋骨酸痛 手脚会容易弄傷的 脾胃差 消货系统不良 或者是皮肤有问题 这个东北的位置 你都要处理 最记得看到一些什么呢 有刺的植物 比如说 咦? 我刚刚在那个位置想吹桃花 我就放了九只玫瑰花 玫瑰花有刺 那你就中招了 你又会启动了其实五帮病症 第二个就是 这个位置不适宜摆什么 猫猫狗狗的皮窝 如果我有小动物的时候 你记住 这个位置一定要搬开 猫猫狗狗就不要躺在东北面 还有一件事 有些人喜欢买什么 一些猫型的公仔 比如招财猫 龙猫 猫头鹰 猫科类 不管你是真的可以动 还是摆设 都要拿走 清掉它 这个病的位置 就等于一件事 拙了你的血 拿走你的血 拿走你的血 如何化解呢? 可以用一些 陶瓷做的 或者石製做的 盘 接着放一个泥种的植物 当然泥种的植物 千万不要种什么 种花 种普通植物 或者放什么 女士们最喜欢的 或者男士们最喜欢的 首饰盒 或者标盒 都可以 这样就可以化解 第一个东北位的病症 第二件事就是 东南面 东南面 东南面是做什么? 感冒 气管敏感 呼吸道问题 肝 胆 神经系统 情绪病 我可以告诉你 今年 2022年 特别多是这种病症 为什么呢? 原来就是和太岁有关 如果想知道更多玄学上的知识 可以进来我的网站 看看我的教学课程 我都会有详细讲解 详细讲解 好了 说一下 这个位置最忌见的是什么? 看到龙 老虎 马 尤其是老虎 今年是否虎年? 虎年很多人买什么? 虎年很多人买什么? 灰春 买个虎型的灰春 买个虎型的公仔 有些人每年都买一个金的生肖 也要的 奖励自己的 每年都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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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儿子的生肖又买一个 记住 这个位置 千万不要放我刚才说的生肖 再加上这个位置 最忌有一些音乐 乐器 或者圆形金属的物件 放在这个位置 因为放在这个位置 都会令到刚才有的病症 会发动了 所以记住拿走 好 适而放些什么? 很简单 放水果 平时你可能有米缸 可以放米缸 如果你不是米缸 你就放水果 可以放书本 书柜 旅游杂 都可以 这个位置 适合放这个位置 很简单 就会化解了 不需要放铜钱 胡佬 好了 接着我再看看 西南变 西南变是代表什么病症呢? 脾胃虚弱的人 容易有什么? 憂慮 好害怕 苦科病 皮肤病 肩颈痛 香港 都市杀手 癌细胞 这个位置 血气差 记住 这个位置 都是跟西南变有关 如果你自己本身 先天 有这些问题 或者是后天 有这些问题 你要处理好这个位置 好了 既放些什么呢? 干花 或者一些枯毁了的植物 玫瑰花 有刺的植物 高大的物件 什么叫高大物件 譬如我放了一堂梯 那就是高大物件 对不对? 或者外面看到一棵树 在西南变 都会影响你今年的病症 会突然间 会再浮现出来 尤其是本身有先天 我刚才说的慢性的问题 今年会特别明显走出来 要注意 好了 西北变 西北变 很多人都很担心 今年是什么? 今年最大的病魔是什么? 当然是新冠病毒 这个位置原来代表肺 大腸 心脏 也可以代表头部 如果你说我本身 都是这几方面 是比较弱的 或者经常头痛 你就要注意 在西北变 最记得看到什么? 红色的物件 尤其是新年有些人 可能放了个泉盒 放了一些桃花 然后可能放了一些三角形的东西 尖角形 甚至可能会常常放多屎炉 微波炉 光波炉 那些麦炉 放在西北变 就会启动这个病性 刚才我说的位置 好了 这样适宜摆放什么? 这个位置适宜摆放一些高大的柜 播放一些音响 放一些音响 标盒 水晶套 我之前也说过 或者一些水晶类的摆设 都可以化解到本身这个工位的问题 记住 病毒入侵 四大的原因 或者四大的问题 就是团积 团积就是很多 很多杂不甭的东西 很多东西积聚 藏污蠟 第二点就是灰暗 环境黑暗暗 骯髒 骯髒 整天都不舍得开灯 开窗又怕别人看到你 或者是等等 臭味 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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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现在回南天 那些衣服很容易臭臭臭 会影响 如果你把那些衣服放在这些位置 臭到肝为止 我告诉你 那些病就会出现 再加上一件事 有些人中了Omicron 也好 Delta也好 或者其他的病毒 或者本身先天不舒服 整天都担心 负面情绪 什么时候死 千万不要有这些情绪 所以这四大的原则 一定不能经常有 记住 自己本身身体都会有一些免疫系统 保持清洁 保持个人的心境开朗 这样你的身体有一个抗免疫的系统 都会打赢病魔的 OK 希望正如声sir所说 尽快这个第五波的疫情 尽快消失 没错 下一集我们继续请教声sir 多谢大家 拜拜